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的台股市场可谓是风云再起 经历了一场如同云霄飞车般的报复性反弹 台积电和联发科 联发科两大全职股联手回神 加权指数一举重返2万点之上 盘中最高处集20751.5点 静阳920 62点 高低震荡于千点 最后收在20501.02点 上涨670 14点涨幅3.3.38% 成交值达到6,399.05亿新台币 电子指数今天大涨是64%场中的明星 而航运和金融指数也表现不俗 分别上扬2 41%和1.6% 然当经济.6 然而零件指数中厂重跌5.11% 贵买指数也收黑铃 85% 台积电以880元作收 上涨65元 涨幅7.98% 联发科收1075元 大涨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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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点 重回11千斤行列 股王信华和股后大力光均上扬超过4% 市场情绪的修复和政策之时 是今日反弹的关键因素 未来走势依然充满变数 投资者需要保持谨慎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王子是六丢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今天的台股如同一头被激怒的野兽 在价量其扬下 上演了报复性反弹 随着市场中 全子股台机电器 SMC和联发科MIDI 把开科名义的TECA 强势回神 加全子数 重新占回2万点之上 盘中台股最高处级20751.5点 静阳920.62点 高低震荡幅度超过千点 中厂时台股收在20501 2点上涨670.14点 涨幅达到惊人的3.38% 成交值更涩6399 5亿新台币的高峰 改革派媒体自由时报指出 今天的台股反弹尤其强烈 电子指数大涨4.64% 成为市场中的明星 航运股也不甘示弱 上扬2 白金融指数的上升1.6% 则表明了市场对未来的信心 然而 银建股却成了今天的悲情角色 重跌5.11% 反映了中小型股的压力 贵买指数也未能倖免 收黑0.85% 台积电作为台股的台股的 今天最终以880元作收 上涨65元 涨幅达到了7.98% 成功收付半年线约840元 收盘价毕丝毫不逊色 收盘价1075元 大涨8.48% 但并不是所有的全值股都如此强劲 鸿海虽然开高 但随即翻黑 中场下跌0.3% 收在167.5元 《经济日报》进一步分析了 市场上的高价股情况 超过千元的高价股 重新回到了11000斤的荣耀之列 股王信华和股后大力光中厂 均上扬超过4% 分别收在3825元和2685元 这样的表现无以为 今天的台股反弹增添了许多亮点 一位资深投资经理 在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表示 今天的市场表现确实令人震慌 尤其是在经历了一半时间的低迷之后 台积电和联发科这样的全职股的强势反弹 带动了整体市场的情绪 他还指出 虽然部分中小型股表现不佳 但整体市场依然保持了上市的势头 市场分析师也纷纷表态 认为今天的反弹主要是因为 前期市场过度恐慌所导致的修正 工商时报特别提到 投资者情绪的改善和全球市场的回暖 是促成今天台股大涨的重要原因 分析师指出 随在疫情的逐步缓解和全球经济的复苏 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有所增强 这也反映在了今天的交易数据中 台股的报复性反弹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宏博社在其报道中提到 台股的强劲反弹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市场的现象 那是全球市场回暖的一部分 台肌电和联发科作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重要企业 其股价的反弹也显示了科技行业的复苏迹象 不过尽管今天的市场表现强劲 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一位不愿透露信赢的经济学家 在华尔街日报中警告道 市场的波动性仍然很高 短期内可能还会有一些震荡 但长期来看 随着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市场有望继续回升 总结来看 今天的台股如同凤凰灭盘 在价量齐扬的背景下实现了报复性反弹 全职股的强势回升和高价股的整体回暖 无疑是这场反弹中的亮点 然而市场的波动性依然存在 投资者需要保持理性和谨慎 无论如何 这一天的强劲表现为台股未来的走势 增添了不少信心和希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台股报复性反弹 高低震荡于千点 股市雄风再现 小伙伴们 今天的台股市场 简直像是坐上了云霄飞车 惊险刺激 又令人振奋 久违的报复性反弹 终于登场 果然不负众望 台积电 TSMC 和联发科 MediaTech 两位大咖 联手回神 一起带动加权指数 重返两万点之上 盘中最高处级 两万零七百五十一点五点 整整静扬了九百二十点六二点 高低震荡于千点 这股市 简直是在玩跳跃极限啊 最后收在两万零五百零一点零二点 上涨了六百七十点一四点 涨幅达百分之三点三八 成交值也达到了六千三百九十九点零五一新台币 电子股光芒四射 其他板块各有千秋 今天的各类股表现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电子指数大涨百分之四点六四 航运指数也不甘落后 上扬了百分之二点四一 金融指数虽然没那么疯狂 但也涨了百分之一点六 不过 营建指数今天有点惨 中场中跌百分之五点一一 代表中小型股的贵 买指数也收黑了百分之零点八五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全职股风云再起 龙头企业显神威 台积电今天以八百八十元作收 上涨了六十五元 涨幅百分之七点九八 成功收复了半年线 约八百四十元 联发科也不示弱 以一千零七十五元收盘 大涨百分之八点四八 反观鸿海 尽管开高 但后进不足 最终下跌百分之零点三 收在一百六十七点五元 不过这也不影响整体大局 全职股的表现依然亮眼 高价股千金再现 市场信心回升 今天的高价股也是一大看点 超过千元的高价股 重回十一千金的行列 股王信华 股后大力光中厂 均上扬超过百分之四 分别收在三千八百二十五元 和两千六百八十五元 这样的表现 无疑提升了市场信心 让投资者们 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反弹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市场情绪与政策 从今天的报复性 反弹来看 市场情绪的修复 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 前期的调整 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抛售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逐步明朗 投资者们的信心开始回升 同时 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政策支持 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未来走势 机会与挑战并存 尽管今天的反弹 让人心情大好 但未来的市场走势 依然充满变数 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的影响 以及潜在的市场波动 都将是影响台股 未来表现的重要因素 投资者们需要保持理性 做好风险管理 才能在未来的市场中 立于不败之地 总的来说 今天的台股表现 无疑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全职股和高价股的强劲表现为 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报复性反弹 也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 然而 市场的未来 依然不可预测 投资者们需要保持警惕 谨慎行事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 充满机会与挑战的市场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黄金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爱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Ryu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RyuJu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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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